那這邊繼續教 要教的第二個概念 教Sigma 這個符號 念Sigma 好 那這個符號很特殊啦 以後你會看到兩個符號 希臘符號 這個是大寫Sigma 這下寫Sigma 好 那我們要看是這個 那這個符號的主要目的啊 或是它的意義啊 是表達是相加連加的一個簡化寫法 那這一次呢 我後面的主題 就是我們今天後半全部都教這個就可以了 教完以後我請你們練習 也是這樣 作業會要你寫 因為這邊的話還蠻 算是偏難的 OK喔 偏難的 就是你沒有理解的話後面很麻煩 因為它後面接到微積分 後面你要往下教的東西 OK 好 那這邊的話咧 我直接拿例子說明 因為這邊我不講理論啦 這邊講到上去你們知道會說啥 我直接拿例子說明齁 就是操作一次 好 那Sigma的概念是這樣子 Sigma其實它的符號寫法是這樣 一個Sigma這個符號 然後咧 這裡面會有一個式子 這個式子啊就是我們在數列中的那個什麼 這叫一般式 就是我們數列裡面講的一般式 這是一個式子 然後它就是一般式的意思 然後在這一般式裡面的話咧 我們在上一個主題啊 是用大括號寫 在極速裡面它發明一個新的符號 直接用這個這個符號 那個Sigma取代 然後在取代以後啊 我們在講極速的時候 不是會有一個什麼 K等於1到多少嗎 像這個例子 那我們會把這個符號 搬到這個Sigma下面 像這樣意思 它等於說K等於1帶進去 帶到式子裡面咧 然後一直帶到 K等於2 K等於3 然後最後帶到K等於5的意思 好 那這個咧 是它的大方向 那你現在還聽不懂沒關係 我直接拿例子說明 這邊我覺得用例子看比較容易理解啦 你直接講那個什麼課文那個 我覺得你聽不懂算 沒關係我們先拿例子說明 看多了慢慢就有感覺 好 那我先來直接做第一個齁 這個什麼Sigma K等於1 到6 然後AK 這就是我裡面的一般式 那這邊有沒有發現這個K 這邊有K對不對 它的意思啊 就是K等於1帶進去 叫A1 K等於2 叫A2 K等於3 叫A3 K等於4 因為這邊有沒有位置數K 這邊K有沒有要一樣喔 那 那這邊K等於4的話 這邊就A4 如果K等於5帶進去 就是A5 那上面的意思就是到多少 下面是出發 這邊是結束 所以K等於1到6 然後最後就是K K帶6進去 然後Sigma的符號 它主代表是會玩極速 這邊發明一個新的符號 就是極速 然後它是用加法 所以這邊的話呢 SigmaK等於1到6 然後括號AK OK 這邊意思就是A1加A2加A3加A4加A5加A6 好 這就是答案 就是要展開式 展開式 好 那這邊一樣 再做第二個 你現在有一點感覺 還是沒有感覺 沒關係 我覺得一路帶 通常這Sigma咧 它個符號很特殊喔 它裡面這邊是要寫式子 那我這邊沒有寫括號啦 事實上可以加可以不加 那比較簡單我們是不加括號 那複雜一點我們會把它加個括號 OK 那這個意思就是說欸 我位置數 的那個啊 代號 變數代號是有K 那K等於1 代2 代3 代5的意思 好那K等於1 是不是1的意思 因為這就是個位置數嘛 那K等於2是不是2 K等於3 是不是3 K等於4代入就是4 再K等於5代入就是5 然後Sigma所代表是加法 是連加的意思 所以到這邊就結束 那我這邊目前只要你列出式子就好 我先不用你算 OK 我這邊只要你先看懂 Sigma所代表就是一堆的東西相加 那加數列的什麼 很多數列啊 這叫數列數字嘛 數字相加起來稱為極數 極數 可以嗎 極數 那我再舉個例子 下面在這個 那這邊的規定喔 比較特殊一點 我這邊舉個第三個例子比較特殊一點 K等於3到9 因為我們在數學上 並沒有規定一定要從1出發 我也可以不是從1 像這個例子我從3 然後到9 那我的一般式是K平方 那它的意思就變三代入 變成3的平方 那再來3到9的話 是不是還有4 還有5 還有6 還有7 還有8 還有9 那它的意思是每個都有平方 所以變成4平方 5平方 6平方 7平方 8平方 9平方 都要帶進去 然後咧 它的意思是不是Sigma 是代表加喔 是連加的意思 再把它全部加起來 所以在這邊的話 就變成3平方加上4平方加5平方加6平方加7平方加8平方加9平方 那目前就叫展開式 展開 這邊我不要你算出數值喔 就展開 這是我要你答案 我要你知道Sigma就是這個東西一堆加起來的意思 OK 好 那第四個例子往下 第四個例子這邊我要講的是說耶 除了這個符號喜歡用K之外 我們數學上也蠻常喜歡用I或J 就是並沒有規定你一定要用K啦 你真的喜歡用ACUS也可以 就是你喜歡用X也可以啦 行嗎 那只是這邊的數學上我們習慣的都是用K或者用I表示 那一樣我們就多代一下喔 這邊I等於1代入 是不是變成2乘以1-1 這是第一項 代入 再來 I等於2代入 是不是2乘以2-1 再來 I等於3代入 I等於3代入 就變成2乘以3-1 再I等於4代入 是變成2乘以4-1 再來 I等於5代入 因為你要到6喔 所以一路寫下去 所以2乘以5-1 最後一項是到6 所以就變成2乘以6-1 好 那你寫下來以後啊 一樣 Sigma所代表是要用加 那這個例子裡面啊 請注意一下喔 我沒有逼你一定要乘開來 不用算出來 不用 我今天的主題主要是要讓你看得懂這式子 列式就好了 列式就好了 所以在目前這邊的話呢 你能把這個式子寫成這樣子 你們發現我這邊都用誇號喔 因為它原本的代號是不是誇號 然後I在這邊 是不是2乘1-1 2乘2-1 2乘3-1 一直寫下去到2乘6-1 我在這邊只要你列開來 好 列完就可以了 你不用算出來 就是你不用特別算出這邊1啊 然後這邊是3啊 不用喔 我不需要你算這個 不需要 好這就是我要的答案 可以齁 這邊主題我要教的是這個概念 好 那這次我沒有要 就是沒有要剪接太多啦 就是幾乎沒有剪接 我就直接講下去 好像之前剪太多 有反應說太快 那這次啊 如果你覺得太簡單 或廢話太多對不對 你自己加速或跳轉 跳轉 對 就是有人反應我 我現在去修正一下 OK 你如果真的覺得太慢 你自己加速跳轉 OK 好 那再強調一下 第四題喔 Sigma裡面2乘i-1的話 就是i等於1代入 i等於2代入 一直到i等於3代入 一直到i等於6代入 一直到i等於6代入 然後你把它整個整個 寫開來就好了 行嗎 在這邊強調 Sigma我要練習的就是 它所代表是一堆的連加式 所以我這邊強調 就是Sigma的式關係裡面 就是Sigma在這邊啊 它是一個 連加的一個簡化級數的表示符號 OK 表示符號 就是一個簡化符號 所以它重點就是加法 你強調強調都加喔 好 那再來我們多列幾個例子喔 目前四個嘛 那我們往下多列幾個 好 那這邊的話我們列齊題啊 我再列八個例子 多寫幾個 那等一下呢 這邊就是一樣 我等一下會改一下符號跟數字 一樣我們有作業要寫 好 從這邊改啦 好 那我們這邊一個個下來 第一個例子再來 Sigma I等於1到3 拿I的三次方 所以在這邊的話有三項 一帶路 二帶路 三帶路 然後都三次方 所以它就變成一 三次方 二帶路就變成二 三次方 三帶路就變成三 三次方 然後我把它加起來 好 這樣就可以了 這是我的答案 這是第一題 那在這邊的話呢 第二題比較特殊哦 弄個個怪例子 在這個 一般式裡面 我發現沒有位置數 沒有K 那沒有K的話 是不是這就 數學上有個比較有名詞 就很類似你叫常數 就是固定的常數 或是固定的相同數字的數列 或是極數 那以前叫常數函數 的想法 那這個意思就是 K等於1帶路 因為它沒有位置數嘛 所以就是10 那K等於2帶路 是不是有個數字叫10 是不是還是10 那K等於3帶路 是不是還是10 K等於4帶路還是10 所以在這個例子裡面 會有4個10 還有4個10 那這個4個10 Sigma意思代表加嘛 所以它很特殊的 就是 10加10加10加10 1號到4號 全部都是10的意思 這個答案是長這樣 好 你不用乘下來 你不用加起來 不用算出來 OK 好 這是第二題特殊狀況 那我們看第三題 第三題 我故意弄個很奇怪 這邊寫I 可是這位置數是 A枯10 有沒有發現 我就要Sigma I等於1到3 然後我的位置數 A枯10跟I 有沒有不一樣 不一樣 那這種狀況的類似第二題 我們必須要I等於1 I等於2必須裡面有I 那如果沒有I的話 它這個3X就代表是常數的意思 就跟那個很像 就像10的意思一樣 所以這時候 I等於1 因為它沒有I嘛 所以它就維持原本數叫3X 那I等於2帶路的話 它是沒有變 它還是3X 那I等於3帶路的話 它是沒有I 所以它才是3X 那這個例子裡面 I 是1到3 是不是有3個 1個 2個 3個 那這時候啊 Sigma 所以代表是加法 我們就把這3個加起來 這就是它的式子 OK 它這個式子叫3A枯10加3A枯10加3A枯10 OK 好 那這第三題比較奇怪 2跟3都比較特殊 就是如果它沒有出現 我們下面的變數的時候 好 那再來我們第四題往下 玩一些不一樣的 這個比較 長啦 這邊K加1 然後K加 K-1 然後K等於3到6 好 那這個意思就是 我不一定要從1出發 我是不是K從3開始跳 所以在這邊的話 我K等於3帶進去 是不是3加1是4 那K等於3帶進去 是不是3-1是2 所以這時候3帶入的話 它會變成4乘2的意思 好 那這邊K等於3帶入 還要再往下 是不是 K等於4 K等於5 K等於6 等於說下面是起始的K的數字 然後上面的數字 然後上面的數字 是K最後一個停的位置 這數字 好 這邊三帶入是3加1 3-1 OK 那下一個數字是不是4 變成4加1 4加1是5 再來 這邊沒有寫 這邊是乘法的意思 那4-1是不是3 所以第二個數帶入 變成5乘3 好 那再往下 3完了嘛 再來4 這邊是K等於3 我不要注意一下 這邊是K等於4的意思 帶入 那下一個是不是K等於5帶入 那K等於5帶入的話 是5加1是6 5-1是不是4 好 再來 K等於6帶入 最後一個 3-6 那6帶入的話 是不是6加1是7 6-1是5 好 所以K等於3 K等於4 K等於5 K等於6分別帶入 帶入以後Sigma 再強調它是加的意思 好 那這個時候答案就長這樣 這是我要的答案 那上面那個 K等於3 K等於4 K等於5 K等於6 但是計算過程可以散掉 所以我們要的是這個 要展開10 好 這是第四題 第四題 那我往下看第五題 第五題的話是K等於2到4 帶這個 好 那這個咧比較複雜一點 所以咧 我用括號寫 我沒有要成開來 這邊我就打算用 列原本式的樣子 所以K等於2帶入是不是2平方 -1 好 這是2帶入 會變成這個 K等於2 然後它到4 所以是不是還要帶往下 是不是K等於3 那K等於3的話 是變3平方-1 再來K等於4帶入 變成了 4平方-1 行齁 那這邊的話一樣 Sigma說不定是加法 所以我們把它用加寫出來 所以這一題的話 這樣就是我要的答案 然後每一個都獨立的 行齁 好 那再來往下 第六題開始我們加點不一樣 就跟它類似一樣 剛剛是AA嘛 然後現在改成B 那I等於5到7 那這時候我的位置數在下面 在下面喔 BI有沒有在這邊 類似像B的index 好 那它怎麼做齁 一樣 你把I等於5帶入 就是B5 那I等於6帶入 是不是B6 最後到7嘛 I等於7帶入 最後變成B7 那把他們加起來 就是它的答案 好 這樣就OK了 這是第六題 行齁 那再來第七題 第七題的話 我們要加一個 就是括號裡面有沒有發現 有兩個 A跟B 然後下面都是K有沒有發現K 然後K等於1到3 好 這時候咧 我就變成 每一組 K等於1帶入 就是一個括號 K等於2帶入 是第二個括號 K等於3帶入 是第三個括號 或有三個 然後這三個裡面 都是由A跟B去組成的 所以K等於1 就是A1加B1 好 這樣代表是第一個 D圖 再來K等於2帶入的話 是不是就變A2加B2 K等於2帶入 那K等於3帶進去的話 是不是就變A3加B3 一樣Sigma 就是用加把做區隔 好 那這一題咧 答案長這樣 比較奇怪 那這邊是故意的 弄一個如果 他除了B之外 我也可以變成A跟B混合的 好 這第七題 好 那我們看第八題 好 第八題 第八題的話咧 一樣 這邊我們加點 複雜一點 就是這邊加個分數 有沒有 我可以放在分母 分母地方 好 這邊的話咧 一樣 我這邊1到3 就是K等於1帶入 K等於2帶入 都有三個啦 那它都是一個分數 什麼分之一嘛 好 那我們一個個來看 K等於1帶入的話 是變2乘以1-1 是不是2-1 是1 那這邊1帶入 是不是2乘以1加1 那2乘以1加1 是不是2加1 是3 好 那K等於1帶入 變1乘以3分之1 好 這這樣子是第一坨 那我從K等於1到3 會有三坨 什麼三坨 好 那再來往下看第二坨 第二坨的話 K等於2帶入 是不是2乘以2-1 是3 再來2乘以2加1 是不是4加1 是5 所以是3乘以5分之1 是第二坨 OK 那我們看第三坨 第三坨的話 K等於3帶入 是不是2乘以3 6 6-1是5 再來3乘以2是6 6加1是7 所以變成5乘以7分之1 那一樣 有3大圖 就把它分別加起來 好 那這題就是我們 第八題要的答案 行喔 OK 那這邊的話是第二個主題 寫出Sigma的式子 好 那再來第三個主題 我就沒有分成第三個檔案 沒有分成第三個影片 那我直接合併 因為這時候作業是出在一起的 所以往下 所以我們第二個這個影片會比較久 好 那我們講一下下一個 因為這下目前的話 是由Sigma寫出來 目前的狀況是由Sigma寫出式子 展開式 那下一個主題 我其實要把展開式寫為Sigma 那這邊的話 下一個主題就是要提到 如果我把數列啊 給你 那現在反推 你會把它寫成Sigma式子 剛剛我們的講內容 都是把Sigma寫成數列 展開就好了嘛 那現在是要把數 不是數列 對不起 極數 把極數啊 給你的狀況 然後寫為Sigma 再強調一次喔 再說一次喔 剛剛我們都是把 Sigma題目給你 寫成極數 就寫了一堆相架的樣子 那現在這邊的話 我要開始 由 數列這種展開的極數 由這邊極數 極數喔 寫回Sigma的樣子 就寫出那個Sigma式子 好 那這邊寫回去比較難喔 我這邊沒有要考很複雜 就沒有考所有可能性啦 我只是挑兩種而已 這邊我這邊 今天只要講的是兩個 那第一種叫等X型 那第一個也是等X變形啦 基本上我就以這個為主 好 那 題目像這樣子 12啊加18加24加30加 一直加上去 加到126 那它的特徵是不是都X6 有沒有發現都是X6 差距6 OK齁 X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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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叫等X型 那這個3加5加7有沒有 都X2 X2 一直下去 那這邊是不是X5 X5 OK齁 在這種東西的話 等X 那我目前啊 要練習要你寫的 我們就是寫這種等X就OK了 好 那我先把它的那個 解的那個啊 技巧先講一下齁 這邊的特徵啊 題目是每個數字差距固定嘛 那它的答案啊一定是Sigma 然後括號 這沒什麼好講 那我先講喔 等X一定是什麼什麼K加什麼的數字 就是 舉例來說 像是3K啊 像是什麼 3K加1啊 什麼5K-2啊 就是 K不會有平方 然後會有加個常數 那K前面有個係數 這樣子 就叫一次試 好 那我目前我只會講這個 要練習這個就好了 好 那這邊的話 有些規則 我今天直接講結論喔 規則怎麼填 規則怎麼填 在這邊的話呢 K前面有個數字 這叫K的係數 那這個K的係數 你注意一下喔 很簡單 題目的話呢 公差是多少 我就填進去 就是這個一定是K係數裡面啊 就是 數列當中 極數當中喔 這叫極數就是整個加起來嘛 那我先講數列喔 這每個數字的差距 這叫公差 填在這裡 那後面這個東西呢 是由第一個數字來推的 這種K等於E的時候 間諦推自己出來的 那這樣子 你可能還聽不懂啊 我直接一樣 我操作一次 操作一次喔 我直接舉例算一次好不好 多賺幾個 那這邊我列三個例子 那可能我還在往下列啦 那你邊看 邊操作OK喔 好 那我先直接寫一次喔 你這例子來說 12 18 18 24 24 30 是不是公差 這以前國中學過 這叫 12 18 24 這叫等差 數列 等差數列裡面共同差就叫公差 好 所以它公差是6喔 OK 那這個答案一定是Sigma 然後它裡面的一般是一定是K 前面這個6就是 這個 這個公差就是K的係數 K的係數 可以嗎 好 然後再來 這邊已經是K等於1 到最後一項 那這最後一項叫126 到底多少不知道 所以目前呢 還有兩個東西要除去 就是 後面這有個數字 然後這邊還有個數字要填 可以嗎 好 那這兩個數字到底填多少 來來來 這邊要往下 這兩個數字的話 基本上咧 我們要從 因為第一項是K等於1代入 所以K等於代入是不是變成 6乘以1加上後面這圖的數字 那 目前第一個數字 是不是12叫首相 我是不是可以知道 代入去要等於12 所以通常咧 我用K等於1代入去 是不是6乘以1加上後面這個 這個先不知道 就框框好了 然後代入去叫首相 是等於說 這個首相12是題目會給你 因為第一個數列 是不是已經知道了 這個級數的第一個數字 是知道的 OK 所以變成6乘以1加這個東西要等於12 那我是不是可以建議推出來了 這邊是6吧 那6加多少等於12 可以嗎 是不是12-6 是不是6 所以這個位置是不是可以知道它是6 所以第二步比較特殊一點 我們是用K等於1 把這個代入去以後 後面暫時給它一個框框 給代號 然後咧 代入去以後等於第一個數字 間接去反推出來 OK 那目前呢 這個部分就出來了 新空 好 我們把這邊位置清空 把這個6的由來寫在下面 那為什麼要把它清空呢 因為還有東西沒有寫 那個叫做什麼 這個Sigma上面有個符號 這個我還沒有算出來 還沒有喔 這叫最後一項 那最後一項怎麼辦 現在卡在這裡 最後一項的話呢 要間接去推在這裡 126 我們看到這126 126 126是不是代表最後一項 那代表說咧 你K要帶多少的時候 K要帶多少的時候 它出來的結果是126 因為我是不是這個 這個數字要帶進去嗎 帶進去 把K帶進去 然後算出來結果是要等於最後一項 所以這題耶 這個數字不知道多少 好 我就暫停給他叫K好了 那這時候咧 6乘以K 6乘以K加6 要等於最後一個數字嗎 126 OK齁 等於最後一個代表 那這樣的話 我是不是可以今天算出來K 所以6K加6等於126 的話是不是6K等於 6一過去120 是不是K會等於20 好 那這樣子的意思就是說 當K等於20的時候 你把它代表 是不是6乘以20加6 是不是等於126 所以綠色這一塊啊 是拿來討論最後一項是多少 所以這個題目啊 會有三個動作 第一個是K的係數 就公差 第二個是由K等於1代印去 反推 反推 最後啊 這個地方 是由最後一項去推出來的 OK嗎 最後一項 好 那這是第一題 那它的答案就是 現在這個 我把它清掉 它答案就是這個喔 這就是這個框起來的 這邊我要的 好 答案是這一塊 好 那這個咧 是第一個例子 那一樣啦 你如果這題還是怪怪的對不對 沒關係我們多看幾個例子 看到你有感覺為止 好 往下齁 再往下 然後我們看第二題 第二題的話咧 三五七一直到七十七 這是一個等差 公差是2 OK 所以它的答案一定是Sigma 2K 然後加減一個數字 那加減多少 不知道 不知道 先給它光光 所以第一步啊 我用公差可以先知道 這個K的係數 OK 第一步 好 再來 那 這邊一定是K等於1啦 我現在目前出的例子 都是K等於1就好了 好 這樣第一步這樣子可以做完 那第二步咧 繼續 挖久後面嘛 那後面這部分怎麼算齁 把K等於1帶進去 就是這塊 怎麼推 就用K等於1帶入 那你K等於1帶入的話 是不是就變成2乘以1加上 這一圖我不知道什麼數字 但是 一定要等於首相 因為K等於1是首相 那你這個例子 首相是不是3 所以就變成2乘以1加多少 等於3的意思 就是2乘以1加多少 變成第一個數字是3的意思 那不難推吧 是不是應該是1吧 是不是框可以解出來就是1 OK嗎 就是K等1帶入啊 是不是2乘以1加多少 會等於3 是不是2乘以1加1 所以我的後面這項是不是出來 OK 所以你一般是就完了 好 這是第二部分 後面這一塊 然後到這邊還沒完 還沒完 還有最後一個 這邊我用綠色寫 跟上面那裡的方式一樣 上面是不是有個數字 最後一項是多少 我是不是還要求這最後一項 好 所以最後一項怎麼辦呢 我們現在不知道多少 但是你注意一下 2K加1 等於K要帶多少 的K 要等於最後的77 等於2K加1要帶多少變77 那我們先解吧 是吧 1過來是不是76 所以2K等於76 再把2除過去 是不是K會等於多少 236 2816吧 是不是38 把76除以2 38 OK 代表說呢 K等於38的時候 你帶進去 變成38乘以2 加1 剛好等於77 OK 38乘以2是76 76加1是77 剛好是不是不要的 所以一樣 這題的答案 最後啊 是這一區 我現在框起來了喔 這才是我最後要的答案 這樣子 OK 好 這是第二個例子 好 那再一個例子 繼續 我做 就是基本上 我的重量的東西做三遍了啦 好 那在這邊 60 55 50 45一直下去 這一個級數 有沒有發現喔 它的每個數字啊 以數列來看的話 是不是越來越小 所以 它是一個 差距是負的 公差是負的 一直往下 所以它是個等差 公差為負號的 好 這樣OK 好 那要它的答案呢 Sigma K等於1 然後括號 這邊固定 都是固定的規則 然後再來這邊是K 然後一個數字 一個數字 那以這個例子來說 係數是負5 就公差是負5 所以它前面就是負5 就變成負5K 好 那後面這個數是多少 不知道 不知道 我們還不知道 OK 這是第二步要做的 好 那一樣 我對照上面 我用黃色來寫 好 那這個數字多少的話 要用首相去推喔 首相 所以我K等於1代入 K等於1代入 它就變成負5乘以1加上後面這個框框數字 要等於第一個首相 那這個首相是60 所以變成負5加多少等於60 你是不是建議推出來應該是65吧 可以嗎 負5 你把它移過去嘛 就變60加5 因為-5 移過去變加5 所以 這邊要寫65 好 那你檢查一下有沒有成立 你覺得怪怪的 那不然你檢查一下 你把K等於1代入 是不是-5乘以1是-5 加65 是不是60 是不是跟第一個數字一樣 是不是等於首相 OK喔 所以檢查一下沒問題 好 所以目前的話 課號裡面的 一般是就出來了 好 那一般是OK以後啊 現在還有最後一步 第三步 那這上面的數字多少 上面這一塊 Here 這裡 那這邊怎麼做齁 一樣喔 我現在K加多少 因為最後一項是墨項 墨項是5啊 所以目前我現在知道-5加K加65 -5乘K加65是一般事 那我K要放多少會等於這個5 所以我是不是今天求這個K的意思 所以這一步啊 就是一樣 把最後一項來推出來 好那我們往下 知道-5加K加65等於5 然後往下移過去 就變成-60 就5-65 變成-60 那K的話是把-60除以5 就沒有 喔除以-5我就沒有符號囉 變成12 OK 所以這個意思是說 上面要K等於12的時候 代言取是我要答案 12 好 所以最後答案是這一個 我現在紅色框起來這裡 這才是最後我要答案的格式 好 那這邊的主題啊 這邊就比較難了 從Sigma寫回去比較簡單 可是從數列極數 從極數啊 寫回Sigma就難了 從數列極數型寫回來就難了 從極數寫回來就難了 從極數寫回來就難了 OK難度就高了 那目前我只問等X型 目前只問等X型 二次啊或三次我就不問 我就等X而已 OK 好這是第一型 那第二型基本上還是等X變形啦 然後我們往下講下一個 好 那我就往下講第二種狀況 第二型 這是我會考慮要問你 一樣會的齁 那在這邊的話咧 它變成是兩種 其實就是兩組的混合 就是一樣是等X 但是我兩組等X混合 好 那 什麼叫等X混合齁 這邊我要拿例子來看一下 就是 那麼第一題 是1乘以2加3乘以4加5乘以6 一直加上去喔 加到99乘以100 OK 那 在這邊的話咧 你注意一下喔 我們在想極數的時候 是用加法做區隔喔 是用加法喔 加法做區隔喔 我現在要把它螢光 用黃色塗上去喔 我們加區隔 所以 它的每一項咧 一般應該是兩塊組成的 什麼乘以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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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這個一直是1乘以2 3乘以4 5乘以6 所以你把它想成 5的Sigma 一般是 5的Sigma 一般是 它是由兩塊組成 有分為前面跟後面 因為它每一項 以黃色都區隔喔 每一項都會有個乘法 發現 好 然後咧 前面就是左邊啦 左邊 左邊是不是你會發現 這邊左邊是1 那它是不是這裡也有 左邊是不是3 左邊是5 一直到 左邊是99 左邊是99 所以在這邊的話 你從1到3 3到5 一直下去的話 其實左邊本身 1 3 5 7 9 一直下去到99 它本身就是一個等差了 所以咧 你要把它想成 左邊就是一個等差的關係 左邊跟等差 那同樣咧 右邊的例子 右邊喔 2 4 6 2 4 6 2 4 6 8 到最後 100 就是2 4 6 8 10 一直下去 它右邊這塊 是不是也是等差 OK喔 所以在這邊你把它想成咧 它是由兩塊組成的 左邊是藍色的 我用藍色的標註 右邊是用綠色標註 然後都是等差數列 那既然等差數列的話 剛剛講過它的規則 就是層級上一個 等差的話咧 它一定是K的 就一次次 就是什麼什麼K加什麼什麼數字 然後這邊的話咧 K的前面就是它的公差 所以寫2 那我們先看左邊 1 3 5 7 9的話咧 我要怎麼知道後面的數字要帶什麼 你就想一下 後面這個東西要放什麼 那你想一下喔 你今天把K等於1代入 是不是2乘以1 是2 OK喔 2乘以1是2 所以K等於1代入 K等於1代入 是不是2乘以1 那後面這個東西是不知道的 那2乘以1代入要等於首相 那左邊的首相是不是1 所以這邊要放什麼東西 才會變成了2乘以1 加上什麼變成1喔 2加多少變1喔 是-1吧 所以這邊的話咧 這個位置要寫-1 那既然是-1的話 我把它整理一下 重新寫 它就會變成了-1 等於說這邊是2乘以1-1 才有可能 第一個是1 那1代入退的話 左邊是不是1 3 5 7 9 你就直接寫出一般式 左邊就寫完 OK 好 那同樣道理 右邊再來一遍 右邊是不是2 4 6 8 10 所以他們咧 公差是2吧 所以一樣是2 K的係數是2 就變2K了 就一定是什麼K加個數字 那再來的話咧 你會不會放多少的話 讓K等於1代入會變成2 那你想想看喔 K等於1 帶進去 那帶進去 那帶進去的話 是不是2乘以1是2 那 2乘以1是2 我是不是要希望它變成2 那不是一模一樣嗎 那一模一樣後面等於沒有數字嘛 就叫加0 那加0的話 我們在數字上 加0可以不用寫 可以喔 我當作沒有0一樣 我把它塗掉 所以這邊的話 後面的一般式 我就可以直接標出來 就變成2K 所以它整個式式是2K-1乘上2K 這是它的一般式 等於說兩組等差 OK喔 兩組等差 然後左邊是一個2K-1的等差 右邊是一個2K等差 那一樣 一般式裡面的Sigma 外面還是有下面要寫 K等於1 往下 那K等於1的話咧 上面要填的是它到最後項要多少 那最後一項的話 我可以從藍色來看 也可以從綠色來看 那這個題目我喜歡從綠色 因為覺得它數字啊 綠色比較簡單吧 所以2乘以多少等於100 是最後一項嗎 那我只看綠色就夠啦 看得出來齁 2乘以多少等於100 是不是K-1代多少 代50啊 你50代一句話 是不是50乘以2 是不是100 減1是不是99 跟最後一樣一樣 最後一項一樣 那你50代到這邊 是不是50乘以2 是不是100 OK齁 所以第一項是成立的 最後項是成立的 那這個答案就是我要的 所以這個答案啊 是我們最終答案 OK嗎 這比比較複雜齁 好 那你覺得很複雜一樣 那沒關係你覺得太難了 一樣我們再做一遍 你聽個兩遍再看看 然後這邊我可能會列個4題的 你就是一直寫下去 你就是重複就是 多看幾面 看到你有fue為止 好不好 好 那我們看第二題 第二題的話 是不是1乘8 2乘7 3乘6 4乘5 5乘4 6乘3 7乘2到8乘1 好 在這邊一樣 它的題目啊 你把它左邊 跟右邊 給我拆開來看 左邊是不是1 2 3 4 5 6 7 8 所以Sigma裡面有左邊 跟右邊這兩區 等說我的一般式是有兩個組成的 然後都是用乘法 乘法 OK 好 那在這裡面的話 左邊是1 2 3 4 5 6 7 所以它的 攻差喔 1 2 3 4 5 6 7 差1 差1 所以等它是差1 所以這時候啦 K的係數就是1 K就是1 那K的係數是1 我就不寫啦 通常直接寫K就好了 好 那這邊1代入的話 嘞 首相是K等於1代入 那1代入是不是左邊是1 完全一模一樣 我也不用加減個數字 這題就蠻簡單的 好 那後面比較複雜 後面這一塊 我換個顏色 用綠色 那這邊的話 8 7 6 5 是一直下去的話咧 他們雖然是差距1 但是它是變小的 所以攻差叫-1 光是-1 所以 8 7 6 5 一直下去光是-1 所以它的K係數是寫-K -1K啦 我們今天-K 好 那這時候啊 你如果K等於1代入是不是-1 可以等於1代入是-1 可以等於1代入是-1 那你-1要加多少會變成了8 因為第一個數字是8嘛 那這個要放多少不知道 但是我可以等於1代入 要等於8喔 要等於首相 所以我們通常是由首相去推後面的數字 首相就推後面的數字 所以這個例子來說 你要等於8是不是K要代多少 不是K啦 這誇到說代9 因為你-1加9才會等於第一個數字8嘛 好 通常咧 我們在找中一般式的時候 我都是由第一項來翻 看就好了 等插行就用第一項就可以了 OK喔 好 那到這邊的話咧 一般是完了 K等於1完了 插最後一步 這個地方到底要放多少 那就看最後一項 最後一項的話 這題的話應該看 因為兩邊都可以喔 你看藍色跟綠色都可以推出一樣的答案 所以這題我比較傾向看藍色 因為藍色比較簡單 所以你這邊K要代多少 會等於這個8 看得出來嗎 最後一項 這是最後一項 叫墨項 以這個例子來是墨項 好 那很明顯是不是帶8進去 所以這邊的話 帶8 好 帶8進去的話這邊帶8 是不是變成這裡是8 就是K等於1 一直到K等於8 那8代入檢查一下吧 8代入是K等於8 OK左邊是對的 那再把它帶到右邊綠色來說 是不是變成-1乘8 就-8 -8加9有沒有等於1 有吧 所以這也是OK的 所以我們投首項 為墨項 代入檢查是對的 我可以動作成立 好這支我們要的答案 這是第二題的例子 第二個例子 第二個例子 好 那 可能還是不太理解了 那我再列兩個例子好不好 我再往下列兩個例子 我再列兩個齁 一樣是第二型的部分 最後最後最後 講完就 我們等下就是一樣 會有題目我要公佈喔 要給我寫喔 好 那這邊的話咧 3乘4 6乘9 9乘14 1到99乘164 我們一樣分兩個看 分兩個 左邊3 6 9 1到99 那左邊來看的話 公差都是3 很明顯都是公差3的意思 所以它的數值是sigma 左邊 右邊我一樣用綠色就是區隔 那左邊的狀況的話 公差是3 所以它就是3k 好 這邊已經k等於1 好再來 那 369下去的話咧 那你 k等於1代入 要加減一個數字 要等於3 那很明顯吧 k等於1代入是不是3乘1 那是不是等於3 是完全不需要加東西了 那這裡根本不用寫 所以我們直接畫掉 因為369剛好三個倍數嘛 所以左邊一般是寫完 3k 好 那再來我們往下寫 右半部這邊 右半部這邊的話 是不是4 再來 9 再來 14 那4到9 是增加5 9到14 一樣是加5 那這次等差的形式下去的話 是不是後面這邊都是加5的意思 所以它是越來越多 有等差 所以它是5k 好5k 那這樣5k的話咧 你k等於1代入 k等於1代入 是5乘1吧 那5乘1的話 你後面要加多少數字 修正成4 因為這邊要變4 手相 OK喔 所以5乘1要怎樣變4 減1吧 減1吧 所以這邊的話 是不是可以補個減1給它 這樣的話 你可以等於1代進來以後 5乘1減1才會跟第一項一樣 所以這邊目前我在做一般是一樣 我就是看手相來判斷 好 寫完以後啊 再來還有墨相 那墨相我要帶多少時候 會等於這邊 兩個成立 99顆或160 那一樣 我把藍色跟綠色分開看 兩個都可以 在這個例子的話 我應該傾向看 藍色這個 什麼叫藍色這個的話 就變成說咧 這邊3k嘛 最後一項 藍色這邊是不是3k 等於說3k k要帶多少 是要等於99 3乘多少會等於99 看一下 看得出來吧 應該是k等於33嘛 換句話說 是不是這裡帶33的時候 33帶進去 是不是3乘33 是不是等於最後一項 OK齁 所以這整個就是我們要的答案 OK 好 這是第三題 做第三個例子 好 那再來做第四個例子 最後一個 這個例子我弄一個比較奇怪一點 我搞成分數 因為我說混合喔 並沒有說一定要相成 這邊有可能成 有可能除 或是分數 分數就除這樣子 好 那這邊的話 分數的話是 概念蠻簡單的 就是把它放上面跟下面 上面是23456到99 下面是34567到100 OK齁 好 那一樣 它也是一個sigma式 好 那k等於1開始 到多少 不知道 那 這邊一般式的話 是個分數 分數 好 那這邊的話呢 我們用上面跟下面分開來看 上面跟下面分開來看 那我們先看上面 上面 上面23456 是不是就連續數 連續數就是差1嘛 那差1的話 是不是也是屬於點型的等差 所以它一定是一個1 差距是1 就是1k 那1k等於1我就不寫 就直接寫k 好 那 我k等於1代入是不是1 可是我第一手要是2嘛 所以我要加一個數字做調整 平1乘5的2 所以這邊應該要發生多少 10k等於1 1加多少等於2 1吧 OK齁 1代入是不是1加1才等於2 所以這邊應該OK 好 那下面再一遍 下面是不是3 4 5 6一直下去 所以一樣是一個固定等差啦 那 差距是1 這邊我沒有太複雜 那差距是1的話 是不是公差是1 那是1喔 所以它是一樣1k 那1k等於1我不寫 就直接寫k 好 那只是說我第一項 k等於1代入的話 我的綠色是不是3 分母這邊3 所以 k等於1代入的話 1加多少會變成3 1加多少等於3 是不是2 所以這邊就寫2 OK嗎 這邊是2 所以變成 我的分母的一般是 就變成k加2 1代入是1加2 OK齁 好 那這樣的話 我們的 是 一般是出來了喔 好 那還沒完喔 還沒完 這邊還有個東西 k等於1到最後一項是多少 那這個例子的話 我一樣從這邊看 看最後一項 那最後一項 還沒有很複雜 這邊還好 因為最後一項這邊 你看上面跟下面都可以 因為我覺得差不多難 那我們看上面好 是不是k加1 k加1 所以 最後一項是99 所以 k要等於多少 最後一項是99 很明顯 98 98 98加1 才會等於99 所以這邊上面 是不是寫98 等於說 k等於1代入的話 是變成了3分之2 是不是跟它一樣 那k等於98代入 變成了98加2 是100 1百分之99 是不是跟最後一項一樣 所以這是5要的一般式 就Sigma的式子 ok喔 所以在這邊的話 我們的混合型到這邊結束 就兩種而已 除了前三個是乘法之外 這邊弄個除法例子 ok 好 那到這邊ok以後 一樣 我有作業 就是這邊的第二個作業 那第二個作業的話 我是把後面的全部主題放在一起 就跟這邊有關的 好 我們來看一下作業 好 那這邊的話 我們 在Sigma裡面出的題目在這邊 一樣 我們作業的部分是這樣 Ruvio一樣 我會開一個作業上傳 那就是 在這邊我會開它第二題 就跟我們之前做的是一樣 就是我把 這個 這個欄位 這次出的作業 會開兩題 那第一題拍到是傳剛剛的 ok喔 才數列的部分 就一般式的想法 然後這邊的Ruvio 這邊的 我要練習的是Sigma 好 那 注意一下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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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四題喔 四題喔 那這四題裡面的話 第一題阿 是練習我們前半教的 Sigma 請你做展開式 那一樣 注意一下就是 你不要把答案算出來 我這邊只要你 不要加完 又算個數字喔 我只要你把式列出來就好了 像k等於1到5 就是有5個東西相加 k等於1到4 就是4個東西相加 請你列式就可以 列式就可以 好這是第一題 這是前面兩個 前面兩個 然後再來 作業3跟作業4的話 就是剛剛的 最後選的Sigma 就把這個 極數喔 100加200加300 一直加到700 寫成Sigma4 或者是 第二個狀況 兩個相成的 2乘5 加上4乘10 加上6乘15 一直到10 乘25 一樣寫成Sigma4 請把這四題寫在一起 拍照上傳至 我們Rubio作業的部分 第二個 不是筆記喔 我在作業的地方會另外加喔 OK齁 行 有問題 然後我這邊暫停 那你要看的話 你就自己暫停一下 好 到這邊的話 我們這禮拜課程結束 所以這禮拜有兩件事喔 你要錯筆記跟作業 注意的是我傳的這兩個